严密说你这么着急叫我来干嘛 我既然去出差你不过一起 你出差关我什么事啊 你是老板啊 现在想起来我是老板了 我都没有工资呢 我不去 那你今晚睡呢 我不是有你家钥匙吧 对 我刚刚想起来 我家间刚换锁 你那把钥匙是之前的 打不开了 那你新的钥匙呢 给我一把 那你是跟我一起出差 还是睡大街啊 我 那我是老板 你得给我住一个好一点的套间 好 哇 严密说 我这住的不错啊 但是为什么会有两个 那你就不用管 那行吧 那你赶紧带我去我的套间吧 好 跟我来 不是 你拿枕头干嘛呀 你的房间没有枕头 你睡不熟啊 没有枕头 不是 这也算套间 我心情最好 你就将就一下吧 这是老板该住的地方吗 那怎么办 那我 那不还有一个呢 雷达 哎 严密说 那个能不能再找你借点钱 你一个老板怎么总找秘书借钱 哎 上次是我妈生日 这次是因为我想去读个本科的文凭 本科 你要好本科干嘛 哎 你不懂 我现在毕竟是老板嘛 那本科肯定听起来比专科要有文化 这你显可呀 上次去做家务 这次你怎么办 哎 哎 算了不找你借了 我找别人去 哎 你等一下 方文你不感谢我 你能在这吵住我 那你要我怎么感谢你啊 我睡不着 你给我讲个睡相故事吗 啊 呃 好 好吧 有一个男人叫小帅 今天是小帅第一次带女朋友小美回家 他们两个羞涩的坐在沙发上 头挨着头 突然 这个时候身后出现了一个怪物 然后他把他的那个魔爪就伸向了 他们两个 能不能不要讲恐怖故事 换个频道 啊 换频道 换什么频道 哎 严密说 早 你大嫂子看什么呢 不是 哎 你管我看什么呢 比如说看美女 怎么 看我还不够啊 你 我今天不想看黑的 哎 都别看了 还有 上班时间不许玩手机 哎 我好歹是老板 你哪有秘书管老板的 但是有的老板 是秘书的 住秘书的 不看就不看 回来 我要上班了 不是 哎 回来 干嘛 你不喜欢黑色的话 喜欢绿色和红色 呃 钞票喜欢红的 股票喜欢绿的 嗯 哎呀 反正我又不炒股 亏的又不是我 我没问你股票 我问你喜欢什么颜色 呃 那就绿色吧 嗯 好 我知道了 严密说 你不会是想做绿衣战神吧 你调过绿衣战 你叫我来干嘛呀 你不是说你喜欢绿色吗 你这也不绿啊 我又没有说我要穿绿色衣服 害我白高兴一场 给 这是你穿绿色吗 加你名字啊 你 这 也 也密说 那个 呃 虽然我喜欢绿色 但是这 这不太合适吧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大不了以后 你送我上下班呗 送你上下班倒是可以 但是 这个 算了吧 好吧 那我当初要是说红色的话 你怎么办啊 能 我 这 我 我 我还以为 你还以为什么 结婚证了 嘿嘿嘿 哎呀 真呆劲 没收 不是 严密说 你是不是入戏太深了 我演你两天假男朋友 你是不是当真了 你 你怎么还管起我来了 玩是秘密说呢 管你不应该吗 上班时间玩手机 300人我问我什么 我 哎 这句话我怎么好像上学的时候经常听啊 哈哈哈哈 哎呀 严密说 那个 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什么事儿 就是 我没有手机吧 它不好办公 那个能不能提前还给我 提前还也不是不行 但你这 也不像是求人办事的样子 那 那怎样才算求人办事啊 最近吧 这个天儿有点冷啊 哦 我明白了 是吧 你看这 天儿这么冷 你还光个腿 那个我送你条秋裤保保暖 还挺有眼力劲的嘛 哎呀 那必须的嘛 那秋裤 我的一点心意 秋裤 这么小 呃 它这个国外的产品 它就比较先进 对吧 它那个就占比比较小 你赶紧试试合不合成 哎 你家秋裤 还戴四股呢 我说了这是外国的产品啊 这不有英文很正常吗 怎么样 这个秋裤保暖效果是不是特别好 还行吧 但是你这诚意也不够啊 你还想怎么样 你就拿这个考验干不 不 女人的嘴骗人的鬼啊 下班了下班了 赶紧给我手机 别在问我刷视频 不是 你就这么喜欢看美女跳舞 你懂什么 这叫英雄本色 嗯 我看是挺色的 哎 别废话 别影响我当英雄 赶紧还我 非看不可是吗 对啊 我这一天不看我浑身难受啊 哎哎呦 哎呦我 你 你干嘛呀 我给你现场直播啊 带劲 是这样跳的不 来给钱 啊 什么钱 你平时看主播都不打赏的吗 我也要打赏啊 打赏也不是不行 但是我平时看的主播比你穿的凉快多了 呃 也没说 我可以问你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吗 哈哈哈哈哈哈 你说问他为何 哎 就是 假如你跟你男朋友第一次出去过夜 你会有什么期待啊 那要看是谁了 再说了 我现在又没有男朋友了 哎呀 所以我说假如啊 假如 假如 没有 哎 那 假如 假如跟我 我是你男朋友 那你有什么期待啊 你早说是你朋友好 如果有心理的话 把指甲剪一下吧 我喜欢男生还干净一点 哦 哦 行 我知道了 哎 啊 那 什么时候啊 哎 什么什么时候 我就帮朋友问问 没有 谁啊 小汪啊 他今天第一次跟女朋友出去住 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他来问我了 那你让他自己来问啊 你帮他问什么 一听就是假 啊 哦 你说的对哦 那我把他叫进来啊 对啊 哎 你这个指甲过关啊 严密叔说女生就喜欢你这种短的 你全都严密叔说了 哎呀 我这不也就想帮你嘛 所以找个女生参谋参谋 嗯 你这形象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你把那个胡子挖一下吧 啊 对 严密 严密叔说的对 我喜欢胡子 你这个胡子 女生亲起来都扎嘴 女生还喜欢主动的男生 啊 对 主动 怎么算主动 主动你都不会 这还有人家 哎 兄弟 我跟你演示一遍啊 就一遍 来 干嘛 哎 来 不是 你干嘛 哈哈哈 这个就是主动 我懂了我懂了 我先出去了 哈哈哈哈 不用谢啊 哈哈哈 我让你亲我了吗 哎呦呦呦呦 严密叔不是你说的吗 女生喜欢主动的吗 哎哎哎 你别生气了 我我也就只是帮人帮到底 我就给他简单示范了一下而已 你别生气啊 你示范的挺好的 他应该学会了 哦 那就好 那就好 但是我还没学会 你再教我一次 啊 严密叔 那个我今晚不回去住了 你要干嘛 有人约我今晚一起通宵看球 哎 你们男人就是无聊 男人 我我我跟女生看球啊 女生 女生约你童小看球 呃对呀 有什么问题吗 那我要跟你一起去 不是 哎 我们球迷看球 关你什么事 你跟着干嘛 谁说我不是球迷啊 我我也很喜欢看球的 就你啊严密叔 等一下 那我考考你 你你你给我说出来 几个有名的球星 嗯 扎姆斯 杜兰特 嗯 姚明 我 你个假球迷你还是别跟我去了 到时候影响我看球 不行 我就要一起去 那那你给我一个心服口服 我带上你的理由 嗯 哦 我是你的秘书 我有义务 24小时照顾我的生活起居 这样总行了吧 这我还真不好拒绝 哎 行吧 那走吧 走吧 哎 不对 我们俩就通常看球了 明天家里大草厨师来做 这还不简单吗 我告诉你 找家政商 58同城 服务超多 叫个保家 一上门就行了 咱们都通宵了 哪有心理收拾 58同城选择超多 你看 简绝了不就不耽误看球了 还得是号总啊 这有办法 行了行了 赶紧走吧 雷达 我 他是谁啊 不是说好一个人过来 我 哦 他是我的秘书 他说他也是球迷 然后他非要跟过来 我寻思这部球赛人多 看热闹一点嘛 嗯 好吧好吧 哎 这第一场快开始了 先坐吧 先坐 先坐 这个超好吃 啊 是吗 嗯 确实不错 来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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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这 我什么 他的好吃 还是我的好吃 啊 咋的了这是 坐着好累啊 我躺会 躺呗你 咋的了也没一种 你们现在当着我的面 这么名不张单 不是我 我 我们咋了 不是 哎 哎 你干嘛 你不喜欢躺啊 躺 躺我腿上 哥 你那时候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啊 你不是 严明叔 你干嘛 你被吓着人家 对啊 这我表妹啊 就从小一起长大的 表妹啊 咋 啊 那没事 那个 哦 对 突然想起我家 美金没有关 啊 不是 不是 你这是 吃错药了吗 这是